比如说我Run起来之后 假设说我今天要让这个 这个是用新版的方式做出来的 就是在Menu里面 这边我们会有一个Menu 在Resource里面 如果你是用Eclipse 4.2版本来做的话 它预设应该就已经 本来就已经会有一个所谓的Menu 有没有资料夹已经预设就有了 可是如果你用旧版的3.7的话就没有 那里面自动会产生一个 ActivityMan的XML档 那如果说我要快速的产生Menu的话 像这边我有两个地标 比如说假设 比如说这个学校有两个校区 一个校区是在40校区 一个是在淡水校区 那如果说我要做切换的话 那现在我就可以快速怎么样呢 切换到40校区点下去 快速就可以切过来了 那并且可以放大 也可以缩小 那如果要切过来的话 放大往前看 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那个郭台迷的母校 郭台迷母校 因为今天刚好 我有到这边 到他们的淡水校区上课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怎么做 做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上礼拜有跟各位讲到 做Menu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把重点再提示给各位 将来如果说你要快速建一个Menu 其实非常的容易 而且每个Menu里面呢 又可以建什么SubMenu 有没有 Menu里面还可以点进去 比如说你淡水校区 里面你还要到哪一个处室 或哪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建 所谓的子Menu 那怎么做比较快呢 基本上前面我们在上学期 讲到的那个Menu部分呢 其实就有提到啦 不过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有最简单的方法 实际上第一个 如果你用Eclipse 14.2的话 打开来之后 这个Menu里面呢 就会自动呢 会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Menu的XML 那我们如果要建Menu的话 特别注意 里面实际上你只要给Item 那像我要建Menu的话 我都会通常会计量 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只要一个Item 一个Item就是底下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是说呢 我里面的ID ID后面有没有 加ID斜线呢 我会给他一个ID的名称 然后呢 再来就是ID的Title 也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ID 一个是Title 那其他我可以暂时略过 除非说你要加Icon 因为有的人呢 可能会希望在上面有那个图示 如果你没有图示的话 只要这两个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Walk了 OK 好 那你